这边怎么来? 舞蹈的力量是来源于第一个版本 所以每一次我跳舞 看一些好的舞的跳舞的时候 它的衣服太一致 放重心 沉降我的重量 放在我的花上 放重心 我才能去完成舞蹈 那么有一个干货来了 大家记住了 有一个干货来了 我怎么去放重心 我先做两种示范 第一种 看 放重心 耶 第二种 放重心 耶 再来啊 第一种 放重心 耶 第二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区别的 我再做一次 第一种放重心 耶 第二种 耶 OK 我来给大家解答了 第一种在放重心是八部分都会出现的错误 因为你们一放重心 就会把你们的中段和跨 全部open 啊 还向外 所以我的中段会收 所以我的中段会收 而不是向外去走 点是滚动我的脚踝 滚动我的脚踝 而去引带 而去引带完成的 当我完成了我的跨之后 我们就会传达到我的身体 看到吗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不因为我跨而去改变 脚踝 跨 身体 然后最后我才会去推动我的脚踝 完成移动 放重心 脚踝 跨 身体 移动 放重心 脚踝 跨 身体 移动 再看一次 放重心 脚踝 跨 身体 移动 看到了吗 2 3 and 1 and 3 4 好的 这非常简单的三种步道的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第一种拉丁舞的表达方式 是我们可以内在的表达 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回到我们inside 回到我们中段的一种连接 and 2 3 我可以不做很多外在的一些形状 但是我要回到我自身的一个连接 向自己身体的一个连接的一个inside 2 3 好的 那么我们第一种是我们向身体的力量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的育儿同学做了 就是我们确定的眼神 and form one and done 我的眼神 我的焦点是非常确定的表达 我们第一种是向内的inside 向内的集中的力量 第二种是我们释放的力量 我的眼神 我的焦点是非常确定的给到尽头给到观众 好吗 来我们乐于同学 再来展示一次非常清楚的三种表达方式 大家准备 2 加油 3 4 1 and 2 3 and 4 1 and 3 1 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会非常快速的讲了三种 其实我们的表达一共有五种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学校去参加我们学校的夏琳寅 会把剩下的两种干货分享给大家 嗯 刚才我会去再重复一下琪琪老师讲的那三种 其实那三种表达方式呢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个小伙子啊 他们会这样子去表达自己 有没有 大家 大家能明白吗 很多同学会这样表达自己 其实我们拉近最原理的一些基本的原点 只有了外在 我们的课题一定是好的舞蹈等于 技术家感觉 那我会给大家再次重申这三种的感觉是什么呀 第一种是我们讲的 内在的感觉 大家做个示范啊 比如说我的第一步的时候 我的第一种感觉是内在吸收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跳女的啊 大家不要学我啊 我是今天 嗯 这些老师太害羞了 那我张老师 比较 就是 比较 比较 比较开发 我做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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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着我的身体的 男生也是可以有的 男生的内在的示范看 这是我的第一种 是我的吸收的 内在的表达 这是一种表达 我的表达不是学校外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是示范 当我在做示范的时候 其实我的舞蹈表达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前面的表达 就是我们前面的表达 张扬的表达 大家看我们来自示范 我先是内在的 然后我准备到我的第二种 外在的 这是我的外在的 这是我的外在的 男生也是一样的 内在的 能量示范 我到外面 OK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是什么 是一个确定的感觉 我们前面两种 都是向外的力量 向内的力量 收和开 那还有一种 是非常交点 具有穿透性的力量 我们叫它是确定的力量 第三种 是确定的力量 什么感觉 OK 大家看啊 我连起来试一次 那个赛 试分 确定的力量 我会找到我的关注 确定 我再到内在 试分 试分 确定 我再到内在 试分 试分 确定 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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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全部内在 2 3 1 2 3 1 OK 这三种表达方式 大家抱有没有明白 第一种 我再说一遍 是一个内在的感觉 非常安静的 向着我自己的表达 我跳舞的感受啊 这是感觉上的 我自己的 我向着我自己 感受我身体 这个是我内在的表达 第二种 外在的表达 是我向着我的观众 或者向着我身体的能量 去示范出去的 外在的表达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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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外在的表达 第三种 是有焦点性的 确定的表达 眼睛确定 我找到观众 向着观众的确定 一个焦点 确定 我就是确定我的观众在这里 我确定你是我的观众 哼 我确定到哪里 放这儿